墨克爾明天到訪白宮 與拜登分歧明顯 聚焦俄羅斯與中國 阿聯酋在以色列開設大使館 海灣地區第一家 憂中共趁亂而入 美議員致函呼籲布林肯足海地棄台 英軍情五處處長表示 要像對待恐怖主義一樣 警惕中俄間諜威脅 美反對中共南海主權聲索 呼籲東協救緬甸採取行動 連根拔除美補助業者更換中國電信設備 西班牙防疫封城令背叛違憲 傳馬雲阿里與多家中共國企 考慮收購部分紫光股權 報復性出遊 美國護照申請基案達200萬件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14號星期三 下面請看這期節目的主要內容 據路透社報導 15號拜登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將在白宮舉行會談 專家認為他們在俄羅斯通往德國的 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 和美國推動制衡中共等問題上存在分歧 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儘管雙方都表示 他們希望重啟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 趨於緊張的關係 然而他們在幾個最有分歧問題上的立場 仍然相差很遠 美國和東歐鄰國對即將完工的 北溪2號管道持反對意見 他們擔心俄羅斯會利用該管道 把烏克蘭排除在天然氣運輸路線之外 剝奪烏克蘭利潤豐厚的收入 從而破壞其與莫斯科支持的東部分離主義者的鬥爭 這個意見被默克爾駁回 在默克爾執政的16年裡 他一直在努力促進德國和歐洲 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 而拜登政府認為中共是一個全球威脅 希望民主國家聯手抗衡中共 雙方官員正在進行激烈的討論 來解決這個問題 避免重新實施拜登政府在5月曾經放棄的制裁 拜登政府一直反對該項目 但他也面臨著來自美國議員 要求重新實施制裁的越來越大的壓力 而中共的問題更為複雜 默克爾是去年年底拜登上任之前 歐盟和中共達成投資協定的倡導人 他還被批評沒有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 勇敢面對北京 這個報導指出 兩國在擬議的臨時豁免知識產權 以幫助增加新冠疫苗產量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這一措施得到了華盛頓的支持 而且美國拒絕放鬆對歐洲遊客的旅行限制 據法新社報導 最近以色列駐阿布扎比大使館落成後 14日阿聯酋在以色列開設了首個大使館 成為繼埃及和約旦之後 第三個在以色列領土上設立大使館的阿拉伯國家 也是海灣第一個在以色列開設大使館的國家 阿聯酋駐以色列大使哈賈 在大使館開館的儀式上說 阿聯酋和以色列是兩個創新的國家 我們可以用這種創造力 為我們兩國和該地區 更加繁榮和穩定的未來而共同努力 以色列總統埃薩克說 這一歷史性的協議必須擴展到 其他尋求與以色列和平的國家 在川普的激勵下 阿聯酋和以色列在去年夏天 宣布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另一個海灣君主國巴林 以及穆洛哥和蘇丹 在最近幾個月也宣布了與以色列的正常化協議 不過激進的哈馬斯 巴勒斯坦人譴責這些正常化協議 說他們是阿拉伯國家的叛徒 認為這一進程應在尾巴衝突解決後進行 據以色列特拉維夫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員 約爾·古贊斯基表示 5月份雙方在哈馬斯為期11天的軍事衝突後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正常化 通過了一次重要考驗 這是一個成功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取消協議 甚至蘇丹或穆洛哥也沒有 雖然這些正常化談判仍在進行中 但他們的發展在最近幾個月已經放緩 古贊斯基想知道拜登政府對川普政府 倡導的這些關係正常化協議的具體支持 當天 據以色列商業委員會主席 阿布杜拉·巴克爾指出 阿聯酋已經增加了在以色列的投資 而卡塔爾這個阿聯酋的對手軍主國 正在那裡投放數百萬的援助 有邦海地總統莫伊茨遇刺身亡 因擔憂中共會趁海地局勢動盪影響海地與臺灣邦交 擴大他在拉美與加料比海地區的勢力 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裴利和蒂芬尼 14日上午致信國務卿布林肯 呼籲他敦促海地與其他區域國家抵制中共示好 維持與臺灣的邦交 根據中央社記者取得的信件副本 議員們在信中表示 目前外界對一犯身份與他們背後主謀仍有許多疑問 但11名嫌犯在莫伊茨遇刺隔天 隨即闖入臺灣大使館一室 讓人們擔心中共可能在海地搗亂 趁當前動亂 試圖在加勒比海取得更大立足點 海地是臺灣僅存的15個邦交國之一 中國不斷找機會施壓這些國家外交轉向 以擴大在發展中世界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 他們舉例2018年距海地不遠的多明尼加 布吉納法索與薩爾瓦多接連臣服於北京 切斷與臺灣的邦交 第二年中共對吉里巴斯 所羅門群島的施壓也奏效 其他像巴拿馬 具戰略重要性的國家 也在近年外交轉向 議員們指出 鑒於中共在美國家門口 擴大影響力所帶來的危險 他們期盼布林肯能讓海地及其他拉美 加勒比海國家知道 抵抗中共示好與維持和臺灣邦交的重要性 他們強調說 中共會利用任何機會 推動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與經濟目標 也一定會趁海地政局動亂之際 讓美國與臺灣利益進一步邊緣化 14日 英國軍情武處處長 肯·麥卡勒姆發表講話同時告誡民眾說 要像對待恐怖主義一樣 警惕來自中俄的間諜威脅 他警告稱 外國間諜正試圖竊取英國技術 挑撥離艦和攻擊基礎設施 據《衛報》報導 麥卡勒姆在發布年度威脅報告的時候 在軍情武處總部指出 如果英國的大學和研究人員不保持警惕 他們有可能被盜用或複製他們的發現 而企業可能因此失去他們辛辛苦苦建立的優勢 而被掏空 麥卡勒姆說 只要有半點機會 敵對的行為者就會使英國多年耐心研究 或投資走到盡頭 這正在大規模地發生 這影響到我們所有的人 英國的就業 英國的公共服務 英國的未來 他還表示 英國情報部門已經打擊了100萬次 外國間諜以喬裝方式 試圖操縱英國普通民眾 外國勢力間諜活動的後果 可能包括從沮喪和不變到喪失生計 甚至可能喪命 我們必須建立民眾對國家威脅的警覺性 和抵禦能力 就像這些年我們對恐怖主義一樣 今年早些時候 軍情武處曾警告說 在過去5年中 有1萬名英國人在零英上 被偽裝的假賬物盯上了 麥卡勒姆稱 如果你在高科技企業工作 或從事尖端科學研究 或向某些市場出口 你將會被外國間諜所關注 你不必害怕 但要保持警惕 據中央社消息 14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召開的首次會議表示 美國反對中共對南海的非法主權聲索 支持受北京脅迫的東南亞國家 布林肯指 美國對緬甸局勢深感憂心 敦促東南亞國家協會採取行動 使緬甸能終結暴亂 並恢復民主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發表聲明說 布林肯敦促東南亞國家協會 就4月份達成的5點共識 立即採取行動 包括派特使前往緬甸 布林肯並要求緬甸釋放遭不公平拘捕的人士 並恢復民主進程 除南海之外 湄公河也成為美中對抗的新戰線 北京因控制了湄公河上游水源而隨意擺步 以致對下游各國的支出和影響力都已經超越華府 對此 普萊斯指出 布林肯承諾美國將依據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 繼續支持湄公河地區的自由與開放 馬來西亞外長西山穆丁表示 希望今天的會議能夠同與會各國 將重新致力於美國領導的區內多邊合作 他說 很高興看見拜登政府採納多邊合作 這是確保區域穩定、和平、繁榮和安全的唯一道路 路透社報導 13日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一致表決通過了一項19億美元的計畫 補償美國鄉村電信運營商更換掉華為和中興設備 這一聲明還禁止美國公司動用83億美元的政府基金 從華為和中興購買設備 去年12月 FCC就通過規定要求擁有中興或華為設備的運營商 拆掉並更換這些設備 FCC代理主席羅森·沃塞爾說 這種設備有嚴重風險 可能被外國行為者操縱、破壞或控制 我們將對一個又一個網路、激戰和路由器進行評估 直到我們將可能破壞國家安全的設備連根拔除 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這對鄉村運營商來說 要找到工人來拆除和更換設備成本很高 FCC最終命令 將有資格獲得補償的公司從擁有200萬的公司 擴大到擁有1000萬的公司 去年9月估計 將華為和中興的設備從網路中移除和替換 將花費18.37億美元 6月 FCC投票推進一項計劃 禁止批准華為和中興等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中國公司設備 進入美國電信網絡 FCC還可以撤銷之前頒發給中國公司的設備授權 雖然華為試圖通過法律訴訟回擊 但6月18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拒絕該訴訟 裁定FCC完全有權利和權限發布規則 禁止普通服務基金補貼接受者從被認為有國家安全風險的公司 購買設備或服務 今年3月 FCC根據美國通信網絡的2019年法律 指定5家中國公司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包括華為和中興 海德拉通信公司 杭州海康威視 和浙江大華技術有限公司 14日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 去年政府在緊急狀態下實施的封承令違憲 美聯社報導當天的裁決是回應極左派呼聲黨所提出的訴訟 根據法院發布的一份簡短聲明 這是一項分歧裁決 西班牙國家電視臺說 6名法官認為違憲5人反對 據當地媒體報導 裁決指出限制行動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而緊急狀態無法為封承令提供足夠的憲法支持 還不清楚這個裁決是否會為針對政府的訴訟打開大門 去年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 西班牙政府在3月14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並宣布封承 下令民眾在數週內除採購基本物資外不得出門 清華大學旗下的芯片研發公司紫光集團陷入財務危機 處於破產邊緣 傳出阿里巴巴與多家中共國企收購紫光部分股權 據路透社消息 紫光集團目前背負的債務約310億美元 而且接下來會有更多的債券將到期 所以正在尋求出售所持有的紫光近一半的股權 知情人士透露 阿里巴巴和多家中共國有企業 可能出手相救 正在考慮收購紫光股份部分股權 目前紫光所持有的股份的價值 約落在62億到77億美元之間 收購企業包含無錫產業發展集團 北京電子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以及有政府背景的半導體投資基金建廣資產 消息分析 如果這項交易成功達成 將是中共監管機構開始打壓科技產業以來 阿里巴巴完成的第一筆交易 阿里巴巴持股的螞蟻科技集團去年11月 原定在上海香港掛牌上市 但遭到中共官方叫停 隨後面臨一系列的監管 今年4月 又因為違反反壟斷法 被罰人民幣182.28億元 紫光集團指出 為減輕債務風險 紫光已經在引資特別工作組的指導下 接洽了幾家投資者 如果進入司法重組 清華紫光 將為引入戰略投資者 做出總體安排 中央社說 紫光集團是中共最大的半導體企業 主要經營的領域範圍包含芯片 雲端運算 旗下還有紫光國威 紫光股份等企業 紫光向來被視為中國半導體國家隊的領頭羊 董事長趙偉國過去還曾誇下海口 要買下臺灣台積電 合併聯發科 美國國務院14日表示 正在增加人手 來應對多達200萬件的護照申請積壓案件 申請者恐怕得等上12到18週才能拿到新的護照 國務院領事事務局負責護照事務的 副助理國務卿安特表示 由於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有比平常更多的美國人申請護照 以便出國旅遊 國務院護照辦公室因為武漢肺炎大流行 導致部分工作人員無法正常上班 護照申請積壓案件因此多達150萬到200萬件 安特說 最近剛剛申請的人 可能最常要等到今年秋天才能拿到新的護照 就算是付了60美元速件處理費 也還是要等12週 要根據寄件時間而定 目前沒有護照 但又打算出國旅遊的美國公民 恐怕需要另做打算了 以上就是這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點讚 轉發 留言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會